是全球八亿人的救命口粮 是当之无愧的淀粉之王 虽然还有大量的毒素 但你喝的每杯珍珠奶茶里都有它 它就是木鼠 木鼠又称鼠鼠 树鼠猪高一米以上 叶子为深绿色 与红鼠马铃鼠并称世界三大鼠类作物 可能有人会问 都是鼠类作物 木鼠这货跟红鼠马铃鼠究竟有啥区别 别说区别可大了 从营养方面来说 木鼠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马铃鼠的两倍多 维生素C的含量更是红鼠的八倍之多 但蛋白质含量少 常吃木鼠的人需要另外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从生物分类上来说 马铃鼠属茄科植物 红鼠属玄花科植物 而木鼠属大脊科 大脊科的许多植物都有毒 比如巴豆 碧麻等 木鼠也不理完 木鼠的根茎液中都含有一种叫做亚麻苦干的物质 与人体胃酸反应后会形成青青酸 青青酸与血液融合后会约束呼吸酶的运作 导致细胞内窒息 进而出现头晕 呕吐 腹泻等缺氧性中毒症状 而青青酸的人体质量为每千克一毫克 这意味着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 如果使用超过200克未经过处理的生木鼠块根 就会有生命危险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2005年菲律宾中部薄荷岛上的一所小学 就因为集体使用未煮熟的木鼠而导致500多名学生送医 29人死亡的悲剧事件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木鼠有剧毒 为何还能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 答案是 木鼠中的有毒物质亚麻苦干能够溶解于水 木鼠分为甜木鼠苦木鼠两种 甜木鼠的块根表皮呈现红褐色 果肉呈乳白色 毒素含量低 苦木鼠种的根块表皮呈灰褐色 表皮和果肉很难分离 毒素含量更高 目前国内外种植的可食用木鼠 大多是在甜木鼠基础之上 进行栽培改良的品种 对于改良的木鼠品种 只需要去掉木鼠块根的外皮 然后用清水浸泡数了6天以上 就能溶解木鼠块根中70%的晴干 再充分加热 煮熟便不会中毒 如果吃了生的或者未煮熟的木鼠 或者喝七汤 中毒 基本没跑 去年广西南宁恒县那则 一家三口吃木鼠中毒 七岁孙子最终离世 这个新闻就是因为吃了未去皮 且未煮熟的木鼠导致的悲剧 除此之外 木鼠能成为全球第六大粮食作物的原因 还是在于它易种植 好养活 产量大 这几个特性 原产于南美洲的木鼠 是热带低收入国家的重要苦粮 如非洲的乌干达 尼日利亚等国家 后京推广 非洲 拉丁美洲 亚洲等地区总计100多个国家开始种植木鼠 我国于19世纪20年代引重栽培木鼠 只是那时木鼠并没有成为十分主要的粮食作物 因为传统的水稻和小麦在我国有着不可动摇的主食地位 直到大饥荒到来 木鼠的价值终于被人们发现 因为种植简单 每年春季将一段20厘米长的木鼠根茎 一节节插入土壤中 等到秋季就能收获一株比人高的木鼠 加上木鼠本身带毒 耐旱抗炎减 不仅病虫害少 在贫瘠的土地里也能长得很好 成熟的木鼠少则一株长出五六块根 多则长出十几块根 据报道 木鼠产量每亩可高达700到1000公斤 自此 木鼠被称为懒人作物 也被称为救命神良 深深地烙印在了一群人的记忆 直到超级杂交水道的出现 人们生活条件好转 木鼠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餐桌 但木鼠的潜在价值 正随着如今科学的发展 而不断被开发出来 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 膳食纤维 还具有消肿解毒 促进肠胃蠕动等功效 木鼠被制成价格不菲的健康食品 又因淀粉含量高达40% 且制作成本低 木鼠被制成工业木鼠粉 当然 如今木鼠最广泛的用途 还是作为甜品的原料 例如奶茶中的珍珠 曾经奶茶里的珍珠 因为过于Q弹 爽口一度被认为是胶熟 做的 实际上珍珠的主要成分是木鼠粉 因为木鼠粉 预水加热煮熟后 会呈现透明状 比其他食料碰撞后 一灼色 且自弹弹性口感 久而久之 就成了甜品搭配的不二支选 除去做甜品 木鼠粉还被用来制作酒精 果糖 啤酒 面包 饼干等食物 甚至用来制作树脂涂料等化工产品 据海关统计 2017年 我国木鼠淀粉进口总量为217万吨 木鼠干片进口总量达到675.8万吨 直到如今 我国仍然是木鼠干片 木鼠淀粉最大的进口锅 木鼠产量供不应求 小小不起眼的木鼠 实则处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曾经它是产自巴西的毒草 但如今它以不同的食物形态丰富着我们的日常饮食 总之看完这个视频 你们又可以放心大胆的点珍珠奶茶了 最后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有粉丝私信问 野生袋鼠作为食草动物摄入蛋白质有限 为什么肌肉很强壮 这是因为很多袋鼠缺少一种能够抑制肌肉过度生长的基因 GDF-8 GDF-8基因是1997年 约翰霍普金大学的遗传学家 西基利波是在小鼠研究中首次发现的 作为众多控制和调节肌肉生长的十几种基因中的一种 不同个体的GDF-8都略有差别 从而导致同样的食物摄取量又或者同样的强度的锻炼和付出 有的人的肌肉长得很快 效果很明显 有的人则毫无变化 而人与动物之间的差距更是天壤之别 所以当你撸铁 蛋白粉 鸡胸肉 牛肉 西兰花都一条龙了 还是无法获得像袋鼠一样的身材 很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你的基因上线就已经注定输给了袋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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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使命 我买人不过锅 咀嚼